魏老師 林老師 各位師兄師姐大家好 我是今年五月開始學習長生學 學習長生學我才知道 在三十年前 林老師 魏老師 在台南就已經開始長生學的調整 三十年是多少的日子啊 我居然才在今年才知道長生學這個詞 但無論如何 我總是也開始學習了 而我也聽魏老師說 還有在大陸還有世界各地開課 我們都知道在外地開課 他們所要付出學員這些代價 是非常的高 比台灣都還大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認真學習長生學 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會聽見很多愛的故事或愛的見證 但我要說在每一個調整站裡面 我卻看到每一週每一週 這些義工師兄師姐和站長 他每天每一週都在展現愛的實際啊 我覺得真是太了不起的事情 一位一位的陌生人進到調整站裡面 而師兄師姐們這些義工們 他們就伸出他們的黃金雙手 就放在陌生人身上 一次不是短短的幾分鐘 是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我覺得那真是愛在那裡發光發熱 我心中就想著說 我有一天也要像他們一樣 成為一個跟愛與愛流動的人 很高興 我終於要開始實習了 我跟她的房間 她帶著我的太太 就第一次去實習 去實習的時候最重要的人 就是要認識站長 因為站長要幫我們蓋張 老師說要上十二次蓋十二等張 才可以上高級班 那第一次蓋張的是太高興了 跟我太太很高興的回家 第二次呢準備蓋完張 蓋完張出來的時候 我幾乎快哭了出來 但我不是感動的哭 我是腰痠背痛 因為我想我在那裡坐了不動兩小時 我看我的筋骨我的骨頭可能會散了吧 我想說我下次沒有辦法再去了 我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到了下一次時間到了 我拿起我的小房卡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 後來剛好那天有事 我說太好了 我有事我跟你不用去 結果下一次到的時候 我又有事了 結果我整整一個禮拜都有事 到了下個禮拜我又有事 結果我一個月都有事 我就再也沒去了 然後就這樣經過了兩個月 到了八月了 第二次138期的開去又要開始了 我跟我太太說 我們一定要再去一次 到底去看看我們哪裡出問題了 所以我們又再報名138期 這次的主講者是林老師 林老師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跟我們解釋長生學 來教導我們 我們就認真的做筆記 當天就有一位師兄在這邊說 今天晚上有一個聚餐 還有十個名額可以參加 我馬上就去報名了 晚上可以跟老師用餐 我第一次吃素桌 跟林老師吃飯 然後我就把握機會 問林老師許多問題 我又重新攬起了希望 非常高興 結訓完之後 就帶著我的小房卡 去蓋了第三個章 慢慢的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認識很多師兄師姐 他們也都不厭其煩的 告訴我要怎麼樣施力 原來我施力的方式不對了 因為要坐在那邊 它需要有一個技巧 就是你伸出的手 這個立背不能太遠 如果你把你的手伸去 做人家的七號 你這樣拉那麼遠 你做了一分鐘兩分鐘 你就沒有辦法做下去了 所以我就學得了一個秘訣 把你的手靠近身體 靠近自己 可以力氣最省的 而且雙手攤開的時候 有人就告訴我說可以做腎臟 那太好了 我們把座位都調整好了 然後把雙手靠近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輕輕的放在人家的腎上 然後再把身體呈現80度的狀態 不能壓在別人身上 就輕輕的很快的 那一天非常快速的 我就蓋了第三個腎了 然後連續 我就喜歡做別人的腎 然後連續我又蓋了三個腎了 但是總不能一直一直都做腎 總有新的挑戰 它的問題是有乾的有皮的 那開始手要伸出去 變成L型的角度了 但這個角度呢 我又去台北站又學習到 台北站有很多的軟墊 有很多的就是像糖波枕 還有很柔軟的枕 那這樣子藉著跟師兄師姐的請教 他們就告訴我可以墊在自己的身上 讓這個關節的地方 受力的部分不會那麼僵硬 有時候你靠在自己的腳上 腳也會很痛 那所以呢 我就非常高興地又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帶來的第五個章 然後第六個章就蓋出來了 再來呢接下來就會遇到 還是要調整到七號 還有六號的部分 這時就要用站了 然後就一樣可以在身體的部分之中 取出神力的方式 但是呢 哇一站呢 哇腳就要站一個鐘頭了 我又站不住了 我那天想說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還是準備要請假的 但是呢 又有師兄師姐要告訴我說 你要量力而為 你知道說老師有說到 一個部分可能是15分鐘 或是30分鐘這樣來進行 所以你可以很很就是不要客氣的 你就告訴你的換 你的要調整的師兄師姐 就告訴他說 啊這個地方15分鐘 我已經做完了 那我幫你補補氣 我幫你做腎好了 結果我又回到做腎了 很快的我的這一個 又蓋了一個張 所以我在長生學裡面 跟師兄師姐的學習 讓我一個張一個張 很快的都多有學習 那我就覺得在長生學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它真是一個有外在 有內在互相的 一個可以學習的地方 當我們在長生學的過程裡面 遇到的師兄師姐 我們看得見的 就是要學習跟他們建立健康 有不懂的我就想他們請教 然後他們也會很樂意的告訴我 然後當在長生學進行的時候 眼睛不能睜開 在閉眼睛的時候 我就學習讓宇宙的能力衝過我 衝我的身上 再流到需要治療的人身上 很快很快的 我就覺得說 它真是太棒的地方了 又有可以修煉外面的關係 又可以向內修行 我覺得太好了 說在12次 我們在8月份 8月份的第二次上課 8月份我們12次的張 就已經蓋完了 之後呢 我和我太太 就不需要帶著小黃卡了 但是我們還是常常去做調整 然後我們有去做調整的時候 然後有個站長 我就會認識 某某站某某站 尤其台北站 都是所有的站長都會輪流 所以我也就借機會 能夠跟各位站長熟識 而且站長有時候還會講故事 有30年的故事可以聽 很多很特別的神機其次 那什麼算什麼算 我就照著老師出教的 晚上睡覺的時候 當我太太她身體 有她也不舒服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我就照著自己最舒適的方式 然後變好之後 我的雙手就靠在我太太她需要的地方 然後馬上的5分鐘之後 她說她就好了 哇真是太神奇了 那有時候起來 因為天都吹冷氣 有時候腳早上起來會不舒服 然後她說她的腳不舒服了 我就轉過來 我就又把我的雙手放在我太太的腳上面 也是一樣5分鐘 正重就解決了 所以老師所說的我們都照樣做 老師說可以調機器 有一天我們家的洗碗機壞掉了 她居然不能工作了 如果她不工作那就要我工作了 因為我都脫洗碗機來幫我洗碗 然後如果她沒有辦法工作 我就麻煩了 我就伸出我的雙手放在洗碗機上 幫她調整 調整我很用心的幫她調整 調整了5分鐘之後 我再去按開關她就工作了 真是太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老師所說的是 我以為我們都以為 這是好神奇還是好神奇 但卻是真是可行的事 那我個人本身是在小學裡面任教 那今年9月就帶了一個新的5年級的班級 那我就告訴我的同學說 老師會氣功喔 老師在晚上的時候 都有去幫人家做治療的工作 那有一天 在9月剛開學的時候 就有一個小朋友不小心 他的手中就虧了 就虧到 就有不小心撞到一個同學的眼睛的傷部 那是差一點如果是有狀況的話 那眼睛就會受到很大的創傷 那我第一時間撞到那個小朋友就在哭 我就說趕快趕快去保健室 就是我們老師的第一個反應嘛 就趕快到保健室 然後還要聯繫家長 但是他那個家長剛好就是聯繫不上 然後在保健室哭了 哭很久哭很久 然後最後還是要回到教室裡面 然後再繼續聯絡他的母親 還是聯絡不上 那就有一個小朋友說 老師你不是會氣功嗎 你可以來幫他治療 我突然被這個小孩子一講 我想說難道我是真的要上場了嗎 好 既然小朋友都說了 那老師當然就要上場了 我就按照正常的遊聲 小朋友小朋友不先安慰他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你把你的眼睛閉上來 然後我就把我的右手伸出來 放在 你看我是左手伸出來 放在他的頭上 然後我用我的右手放在他的半部 這個頭的眼睛的上面 然後我就是很專心的 來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經過了五分鐘 六分鐘 七分鐘 然後我才問他 他有點不哭泣了 我就覺得還不錯 我說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說好 那你現在再去 因為我們看他到底有沒有內障 因為如果傷到眼睛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再請他說 你再下去保健師一趟 然後就請他下去 然後再聯繫他的家長 也還沒有聯繫到 後來經過了一節課 過了一節課之後 他又哭起來了 原來他還沒有好 看來是真的很痛的樣子 我說好老師 再幫你做一次 我就再很認真的 再幫他做一次 結果這一次 經過了七分鐘八分鐘 我再問他說 你還會疼嗎 他說不疼了 哇這件事情 就在學校就完成了這件事情 而且等這個小孩子 他都平息下來之後 他的媽媽終於也聯絡上了 然後我們就告訴他媽媽說 他這個小孩子發生了什麼事情 請媽媽回去要多觀察他再看一次 結果隔天再來檢查 還好都沒有事情 哇我覺得真是太棒了 結果自從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班就陸續的小朋友要去游泳課的時間 他的腳 我們的腳就拐到了 拐到了呢 他就不能游泳了 好 到了中午的時間 我就問他說 誒同學你過來 你的腳還會痛嗎 他說老師我還會痛 然後我就說 你是怎麼樣的姿勢會痛 然後他就比給我看 他是這樣子會痛 好我說你是這樣子好 好那就準備午休了 然後大家要睡覺囉 我就趴下來 我說你來我旁邊 這裡有一個椅子 我旁邊有一個椅子 好你坐在這邊 我就再拿一隻椅子 讓他的腳能夠翹上來 然後我說 那你把你的鞋子脫掉 然後我就把我的黃金手 我就放在他的腳上面 我說請你眼睛閉起來 大家都在睡覺 那老師也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就這樣子替他做 誒做做做做做做 做完之後我眼睛睜開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怎麼樣 誒他說老師好了耶 然後我說你確定嗎 你再動動看 因為我要知道說 他本來彎的那個部分 他會痛 我說你再彎彎看 他就說動不動了 我說哇那真的太好了 然後他說 哇老師你好厲害喔 你真的會氣功耶 好 那這個小朋友呢 好我就告訴他 那你就回去了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我就在我們的調整站裡面 我就跟師姐分享 師兄師姐分享 他說有時候不用脫鞋子也可以 你手放上去都可以 有時候隔空也可以 哦我又多學一招 必不一定要這樣 那後來又陸續又有一個小朋友 早上7點20分一個女生 他就進教室了 當時教室 早上來只有五六個人 那女生走來他就一百一百的 然後他就走來老師面前都要交作業 然後他就告訴老師 老師我的腳膝蓋這邊很痛耶 我說那你是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那你是在家裡就這樣的嗎 他說對 然後他說來來這邊 我就說好那你坐在這邊你坐好 那因為是女生的關係 而且老師有教我們要隔空 那所以我就請他做好 閉上眼睛 然後我就手就隔空 放在他的膝蓋 然後就這樣做 那因為還有其他同學都會來 所以我這次就不能閉眼睛了 然後我就邊跟同學講話 然後我的手就放在這邊 然後同學有什麼問題要交作業呢 我還是一邊皮改 那我就是照著這樣做 結果經過了五分鐘 我就問他說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他說老師都好了耶 哇我覺得是不是太厲害了 我居然短短的時間 才學了四五個月 我居然就有這樣的能力 實在非常感謝林老師 魏老師 他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教導我們 但所謂我們學習的這個過程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所以要叫跳正站去實習 這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 也會遇到各樣的狀態 所以我非常感激 我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而且能夠有 還有再次上高級班的機會 也記得我本來想說 我這次要來分享 但是一開始我想說 我講得好像會講得太 好像太神奇了 我就不好意思 但是昨天呢 我有跟魏老師吃飯了 因為我想說我很關心他 如果是他不告訴我們 他頭上有這個班 我們也不會知道啊 所以有好 我既然學習了魏老師 林老師告訴我的長生學 而且我已經會運用了 所以我也很樂意的 要上台分享 把我的學習經歷跟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師兄謝謝 謝謝